咬肌筋膜炎 它是达到临床治愈了 但是很容易就反复 这可能和自身的这个杀 免疫功能低下有很大的一些关系 咬肌筋膜炎一般的治疗的疗程来讲的话 就是一周左右就可以了 当然有一些比较顽固的可能需要时间的长一点 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 就是对特别顽固和时间长的这些 我们一般可以用阶段性的一些治疗 而且治疗的方法可能是需要一定的组合治疗 并不是单一的一种方法 比如说是我们可以用物理治疗 加注射治疗 再加一些口服药物 这要根据患者的一些不同的情况 如果我们评论的新移民叫化 对特别疗勇我 这之前说吧 我们再加一大一点 订阅 可以用箱子来一个 medio夷的 如果我们再加一大一点 可以用那一下 我们再加一大一点 自己有防备的 那么多 我们再加一片